印度的恒河水要净化成干净又卫生的纯净水 这要经过哪些工序 答案是8道过滤工序 河水在过滤掉鱼和杂物后 在过滤掉微生物和化学残渣物 以及尘土微粒 首先将河水输送到化学处理水道 这里有专业的实验室 可以调试净水所需要的化学试剂 因为每天送过来的河水 需要净化的程度不同 专家们每天都要调试新的试剂 他们会在河水中加入适宜剂量的冥凡 利用其电性相吸的作用净化水质 接着在河水中加入杀菌率和浮 搅拌均匀后 尘土微粒会在冥凡的作用下 结成蓄块状 然后静置5个小时 尘土结成的蓄块 能够全部沉淀到水池底 这个过程将会去掉99%的尘土 静置结束后 工人们会将河水放到过滤池中 这种过滤池 由60公分的稀沙层和30公分的沥石层构成 当河水经过细沙和沥石的过滤后 最后的残余杂质也会被过滤 接着工人将过滤好的水 送到蓄水池中保存 因为水量巨大 工人们需要利用庞大的地下水管系统 来接受过滤河水 现在他们要对水质进行最后一次检查 确定这批河水到了可饮用的级别后 工人们会打开阀门 然后让过滤水通过管道迅速流到蓄水池 接着他们会依靠重力 分别将水送到各个抽水站 这时候经过8小时过滤的肮脏河水 就变成饮用水了 这种水在中国大陆 一般不会被用来直接饮用 但在世界某些地区 由于采用了较高的质量管理标准 而直接饮用 接下来看看真皮篮球如何制成